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12月2日 在澳大利亚刚刚结束了一场男子跳高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张国伟 张国伟承问了田径钻石联赛 男子跳高冠军等等 现在的张国伟已经31岁了 本场比赛也是张国伟退役2年后 复出的第二场比赛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自从2019年被国家队开除后 张国伟就如同变了一个人 张国伟似乎开始走网红路线 不过也遭受了不少质疑和调侃 张国伟为了证明自己 在2022年8月份宣布了复出 而就在2022年11月26日 张国伟远赴澳大利亚 完成了自己复出的首秀 最终张国伟以2米15的成绩 夺得自己复出的首个冠军 而本场比赛则是张国伟的第二场比赛 比赛开之后 张国伟的开排高度为2米00 只见张国伟还是非常轻松 就越过了这个高度 占据第一的位置 接下来的挑战高度来到了2米05 只见长边也有不少张国伟的粉丝 为其加油打亲 在这种气氛之下 也让张国伟显得非常兴奋 只见这2米05的高度 根本就不在话下 被张国伟轻松越过 继续处在第一位 接下来的挑战高度来到了2米10 而这个时候 观众们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所以让张国伟变得更加兴奋了 只见张国伟依旧还是非常轻松 就越过了这个高度 继续临跑 接下来的跳高高度来到了2米15 只见张国伟依旧还是非常轻松 就越过了这个高度 继续滚舞自己第一的位置 而这个成绩已经追平了 张国伟本赛季的最好成绩 接下来的挑战高度来到了2米20 只见张国伟爆发了 张国伟一把就成功越过了这个高度 而后张国伟继续挑战2米25的高度 可惜三次都失败了 最终张国伟以2米20的成绩 无形的夺冠 而这个成绩比他第一场夺冠的成绩 提升了0.05米 虽然成绩并不算很好 但是这2米20的成绩 渐渐的标准2米27几差了0.07米 也相信张国伟会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 去取得更好的成绩 去回应这些对他的质疑 也期待张国伟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你遇上一次 有我大层相伴 我们下期下回